跟大家一提 大家看到 这个过去反来牛 现在护来猪 你觉得民进党怎样 他是很灵活多变 请你加一 丧失灵想 请你减一 民进党的中心思想 到底是什么呢 真的换了屁股 就换了脑袋 所以其实大使 你给大家看 过去民进党 在马英九部分 选择性的开放美牛的过程 开放来牛 应该是来牛的过程当中 当时民进党的反弹 多么强烈 他的用语 多么的尖刻 反对 多么的强大 但是到现在为止 他整个退缩了 而且他不断地 打出抗中宝台 民进党是不是误会了什么 台湾人不吃蓝牛 跟台湾人支持哪个政党 真的没有关系 就跟我们台湾人 不打高端 也跟台湾人 支持哪个政党 没有关系 要不然当初 817万选票 支持蔡英文的 全部去打高端 现在有吗 没有吗 所以不管怎样 你的理念一回事 你的身体是很诚实的 来际也好 你明知道 他是有问题的 我们有别的选择 为什么要吃进去 高端也是一样 所以民进党 是不是误会了什么 你看到他过去 反对萊剂 说实在的 我们要把猪牛拿掉 你如果光讲 萊剂就很简单了 你过去反对萊剂 你现在说萊剂 是没有问题 还说萊剂好棒棒 不但萊剂 开放进口之后 对我们的养猪产业 有正面影响 那很多的 民进党的论述是说 开放嘛 没关系嘛 反正台湾人民 会自主地选择嘛 只要他们不吃就好 这个逻辑也很奇怪 那这样子 我开放毒品进来就好了 我开放枪进来就好了 我开放枪 只要台湾人民不买就好 我开放毒品 只要台湾人民不吃就好 是不是这个逻辑 非常非常的混乱 他们到底在干嘛 他基本就是 我觉得这个 这个萊猪 是蔡英文跟美国之间 早早就已经讲好的 他这个队 已经答应美国是好 他已经反正也当选了 在当选之前 答应美国是好 那当选一定要兑现 然后他就非干不可 可是当时他们讲到 国民党这一段 开美牛的问题 因为那一段 我正好在经济不服 我每天在立法院 因为我负责是沟通的 我在立法院看了几个月 当时为什么开牛不开猪 很简单 台湾人吃牛肉跟吃猪肉 比例差很多 这个事实上 这个可能还要更差一点 我们真的猪肉的量 比牛肉的量差很多 吃猪肉为主 还有另外一个 而且我们还吃猪内脏 还有一个内脏 因为内脏是最严重 因为它里面的残留药物 是最严重的 跟肉里面 常常是好多倍的差别 所以那个时候 牛开放了 因为台湾人吃牛 跟吃猪的量差太多了 然后牛当时讲得非常清楚 高风险的内脏 通通不能进口 可是民进党这次开 是猪肉全开 内脏全开 而且还没有 它这个三观五卡 是整个的检验 还有标示 那现在民进党开猪 这个莱猪 是完全不准标示的 它的成分不准标示 它是开放给各厂商 自行决定 自行 所以蔡英文在她的 她的那个讲话中 她说这个东西不是强迫 是选择性的 她为什么不能强迫 我觉得强迫是她的责任 那我们消费者 我们能够辨别 莱猪跟非莱猪吗 我们无法辨别 而且美国进口的猪肉 基本上都是冷冻 冷冻的直接都到哪里 都到猪肉食品的加工厂 我们都不知道 可是我们就已经 不会在菜场里看到 因为我们喜欢吃温体猪 所以这样子反而害到台湾 之前不是台湾很多猪农 跳出来吗 你不标示你就害到我 因为消费者无法辨别 所以我的东西也会被怀疑 但是陈其中说 这个对我们的养猪产业 有正面影响 这是胡扯 为什么我们当时 国民党会决定 可以开猪 开牛 绝对不开猪 为什么 因为我们台湾的猪肉市场 90%的猪肉 是我们台湾的猪农 自己提供的 我们的进口的10% 只是那些冷冻猪肉 做什么 做香肠 做一大堆这些 猪肉加工厂做的 那牛肉你知道 我们大概情况怎么样 我们国内整个牛肉市场 我们国产只有7% 93%都是进口的 所以进口对我们国产的 这个牛肉商是影响比较少 我们自产国产牛 事实上我们只占本来的7% 我们只有这个量 我们没有办法再增加 所以本来都是进口 可是你开放美猪进口 这个莱猪进口的话 它会冲击到什么 冲击到我们的 既有的9%的猪农 所以它对我们猪农产业 有正面影响 我想要请教它 哪一些正面影响 真正它的正面影响 可能就是因为进口的莱猪 它又端了大批的钞票 拿到我们的产租地方 去交给现金给我们猪农 假设这四大公投 这个全部都过的话 这个美国爸爸 是不是真的会强烈 质疑小英的执政能力 然后就不支持民进党 连锁效应会产生吗 会 因为谭兵刚刚讲得很清楚 我认为今天 蔡英文把他自己的政治前途 跟民进党前途都堵在莱猪上 就是因为他对美国人有承诺 今天美国人不会 因为蔡英文做事 可是你不能对他的承诺打折扣 那所以今天这个莱猪 蔡英文明明白白的在这个 制造假新闻的方式 他也要把这个莱猪保住 为什么 因为他知道 如果他守不住的话 他对美国人私信 他对美国的承诺的话 美国会找他算账 对台湾人民失信 对不对 对台湾人失信无所谓 撒谎也无所谓 对美国爸爸要信守承诺 对 我们的网友刷了一大牌减一 认为民进党丧失了理想 还有人减一乘以一万 不足以表达心中的愤怒 不足以表达心中的愤怒